《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特派记者,刘天亮美国和澳大利亚,23日和24日在美国举行外交国防2加2磋商。 会前,美国一名国会议员呼吁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实施自己的南海自由扛行行动,遭到澳外交部长毕晓普的拒绝。 澳美部长及托伤是于1985年,每一到两年举行一次,一般是在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与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之间举行。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2018年的会谈主题是深化战略联盟,进一步拓展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热情。 潮核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关税、以及俄罗斯问题,都是会谈的重要议题,而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自信和经济外交是优先话题。 还有媒体称,会谈还将涉及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恶意干涉问题。 美国国会澳大利亚之友,核心小组联合主席乔陶特尼会谈之前,向澳方抛出了一项, 他自己也觉得日前冒险的建议,澳大利亚应像美国那样在南海实施自己的自由、航行行动,以扭转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并向盟友显示,对抗中国非法行动的决心。 考特尼称,我们阅读规范这些地区的合法航道,就会真正扭转中国非法主张控制这一世界上最关键水域的势头。 不过,毕晓府立即拒绝了这一危险起义,他说澳大利亚从未在任何地方采取过类似行动,一旦针对中国实施大边的南海自由航行行动,将迈出非同寻常的一步。 毕晓府还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派船只和飞机通过南海的国际水域,而且确实加快了通过南海国际水域的节奏,到澳大利亚的飞机和船只从未进入这些海岛12海里以内的区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中方对美澳2加2磋商予以关注,希望美澳有关磋商的目的是真正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